这昨天下午的三点多,在沈阳市浑南区新龙街高科路的路口,一辆越野车跟一辆轿车撞到了一起。 越野车的驾驶人说,当时它是紧跟着前车走的,前车都过去了,没想到自己撞上了。 怎么回事,咱也来看看。 在事故现场,白色越野车停在路口中间,前脸破损严重,保险杠撞掉,气囊弹出。 在路的西侧,一辆白色轿车冲上边时,撞在路灯杆上,车头变形。 据了解,当时轿车是被向南直行,越野车在它对向左转,两车相撞之后都失控了。 越野车发生了旋转,轿车则冲向了路边。 在这个路口,南北方向的车,向左转, 要跨过有轨电车的线路,所以转弯距离比较长。 越野车驾驶人说,他开车转弯时,跟着前车走, 所以没注意到对向上有执行来车。 交警现场认定,越野车驾驶人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。 在转弯的时候,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。 第一辆转弯车,带条冲过去了,后面的车也想直接跟着过去。 但这个时候,对面的执行车就已经到了眼前了。 咱们要提前大伙啊,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地跟着前车走, 一定要有自己对路况的观察和判断, 尤其是在转弯时,别抢行。